嗨,大家好,我是达哥 欢迎来到达哥say 今天的主题是 这三个习惯会毁掉男人的大脑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多巴胺 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 属于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正向情绪 所以又称为愉悦分子 多巴胺除了带给我们愉悦 还会带给我们渴望 也因为这种渴望 让我们有动力可以完成一些困难的事情 并在完成的过程中 给予我们满足感和快乐 相反的 当多巴胺释放减少时 我们不会有动力来完成任何事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会导致多巴胺释放减少的习惯 我们一定要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 戒除它 首先是看色情小说 图片 影片 这些内容会对我们在现实世界的两性互动 产生负面的影响 色情的强度越强 对我们的影响也会越大 那这个习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我们要先了解 多巴胺在我们体内的运作模式 假设身体里面有30个多巴胺 不断的在大脑和身体各部位循环运行 那么我们的多巴胺基线水平为30个 也许有的人比30个多 有的人比30个少 在身体里有个储存多巴胺的地方 我们把它称为可释放池 现在我先假设可释放池里面有50个多巴胺 当体内多巴胺基线水平降低 例如降至29个 可释放时就会释放一个多巴胺 进入体内进行循环 让我们维持体内多巴胺的基线水平 我们的感受就会和平常一样 这种释放方式 我们称为多巴胺的一般释放 而另外一种释放方式 我们称为阶段释放 所谓阶段释放的意思是 当你接受刺激时 可释放时会释放一个以上的多巴胺 让你获得比平常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 但是如果是接受到特殊的刺激 在这里强调的是特殊 例如吸毒 可释放时就会几乎把50个多巴胺 全部释放到体内循环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几乎全部在可释放时的多巴胺 都会被释放 这时候在体内循环的多巴胺 就会到达峰值 你就会感受到一般人无法感受到的愉悦和满足感 但是这些愉悦和满足感很快会消失 这种特殊的刺激 会将可释放尺里面的多巴胺耗尽 连正常的一般释放 也无法进行 也不会再进行 这时候就会造成多巴胺基线水平降低 我们就会感受到比平常没有动力 和痛苦 许多人错误的以为 只要再进行相同的刺激 就能够再度驱动可释放时释放更多的多巴胺 就可以提高多巴胺基线水平 再次给他们带来多巴胺峰值 让他们再度感受一般人无法感受的愉悦和满足感 实际上 多巴胺是一种有限资源 当释放尺里面的多巴胺耗尽 再持续追求多巴胺的释放 这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巴胺峰值 只会让他们的多巴胺基线变得越来越低 而为了追求峰值 消耗的毒品也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因 幸运的是 大多数人并不会依靠毒品 去追求多巴胺大幅增加 而让多巴胺基线水平严重下降 但是 实际上很多人会依靠其他方式 去追求多巴胺大量增加的活动 例如 观看色情内容 藉由观看色情内容 追求多巴胺的大量增加 这样的行为 虽然不会像吸毒一样 一次就将释放尺中的多巴胺耗尽 但是 多巴胺是有限的资源 如果变成了习惯 慢慢的 释放尺中的多巴胺也会耗尽 我们就很难经由观看相同的色情内容 获得相同的愉悦和满足感 这是因为多巴胺基线水平会慢慢的下降 如果要得到相同的多巴胺峰值 获得相同的愉悦感 观看色情内容的强度需要越来越强 现在 我们知道随着可释放尺中的多巴胺耗尽 多巴胺的基线水平下降 多巴胺实际上不会被释放 对色情内容成岭的人来说 他们会不断的追求多巴胺的峰值 也就是第一次看色情内容 所感受到的愉悦和满足感 可是却一直追求不到 因为可释放尺的多巴胺已经耗尽 这会造成 在现实世界的两性互动遭遇瓶颈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绝对不会是一天造成的 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进行多巴胺的阶段 当然 如果两性互动遭遇到的瓶颈 是色情内容成岭所造成 只要经过多巴胺的阶段 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两性互动 如果不是 还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进行诊断 但是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当某人对某式成岭时 实际上 他们在某式上 根本不会获得太多快乐 另外 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游戏 看到这一点 人们会玩手机游戏 他们喜欢它 这对他们来说 非常令人兴奋 然后 他们会继续花很多时间 从事玩手机游戏这个活动 通常会发生 以下两种情况的其中一种 成岭 会让你对手机游戏的快乐 逐渐缩小 也会让能够持续带给你快乐的活动 越来越少 除了玩手机游戏这个活动之外 一般会发生的情况是 只有从事手机游戏这个活动 而不是其他活动 才会感到兴奋 也只有玩手机游戏 可以达到相同程度的多巴胺释放 因此 他们开始对去学校学习 这件事情 失去兴趣 他们开始对人际关系 失去兴趣 他们开始对健身和幸福 失去兴趣 并不断地浪费生命 在这种活动 那么 最终发生的情况是 他们从手机游戏的活动中 也无法释放多巴胺 然后 他们会陷入相当严重的抑郁症 这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 可能会自我伤害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也许你正在经历而不自知 有一个在工作日非常擅长工作 并且很会规划生活的人 他会在一周内安排一天锻炼身体 然后在周末去唱歌喝酒 甚至在一周中 早一天去吃一次美食 通过这样的活动 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让自己感受愉悦和满足感 当然 我们都必须吃饭 能够吃我们喜欢的食物 真的很享受 他是可以努力工作 尽情玩乐 这一类的人 甚至有时候会安排周末到海边游泳 冲浪 骑脚踏车 甚至去Pub跳舞 正如我所描述的 听起来似乎是一种相当平衡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个人在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 努力玩耍后会说 我在工作上感觉有点筋疲力竭 感觉自己不像几年前那么有经历 是不是工作倦怠了 当然 人们会经历下降的原因与年龄有关 可是实际上问题是出在这里 多巴胺的释放 不仅仅由其中一个活动所引起 所有这些活动 都会引发多巴胺释放 多巴胺带给我们渴望 动力 欲望 和快乐 可是它是有限的资源 当然 如果多巴胺的基线水平 和峰值变化的交互作用 只是简单的数学加减运算 这样的活动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活动 只是在周末 每周只有几次 而且活动都不相同 应该对多巴胺不会有影响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很大一部分 是他们在一周内 通过如此多的不同活动 从可释放池释放多巴胺 以至于他们的基线水平 逐渐下降 这种情况下 多巴胺基线水平的下降 是很缓慢的 它可以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这是多巴胺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功能 它经常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下降 多巴胺一旦下降到它的玉子 我们就会感觉 我们已经无法再从任何活动中 真正获得快乐 以前有用的活动 现在不再有用了 这时候 以前做的活动 看起来就会很像是吸毒 一瞬间导致多巴胺大幅增加 造成释放池中的多巴胺耗尽 然后基线水平严重下降 当然 这不是说不要去从事我们喜欢的活动 实际上我们都应该从事我们喜欢的活动 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 都是在追求我们喜欢的活动和事物 关键是要去了解 多巴胺峰值和基线水平之间的关系 并了解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一旦你了解了它们的关系 你就可以开始 在短期和长期内做出非常好的选择 以维持你的多巴胺基线水平 甚至可能提高多巴胺基线水平 并且达到这些峰值 持续实现那些感受 让你有更高的动机 更高的欲望和渴望 因为这些峰值 和足够健康的高水平多巴胺基线 是推动我们进步的动力 多巴胺确实是推动任何人生命进步的动力 如果你对多巴胺有兴趣 可以参考频道中多巴胺系列的影片 祝福你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和我拍摄的内容 请帮忙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留言 并分享我的影片 这样影片就可以分享给更多人观看了 下次见了 拜拜